我們的廣場 湯匙三個 很自然去使用 做的本營 炒到冬塊 炒到這裡看遠 去好一點點 餐具放大之後視角也不同了 許多民眾看到這樣的公共藝術 拿起手機 融拍快門按著個屏 湯匙藝術 本來念生活當中 做的本營 是同時的參與文化 基本上喝一筆茶也好 還有洗一筆蛋糕 還有喝一筆咖啡也好 有這樣持續的做 對於人的生活 會有一種幫助 武建福從事藝術創作和教學 超過15年 2005年開始 他投入公共藝術的創作 把陶藝和地景做最接地氣的結合 用水的 我們在東方有著水的水滴的意象 他在西方說 做出來用 很 應該在地的青花元素 所以這些青花很 他搞不好的槍法 那些藍術的槍色 六六的蝙蝠 那些青花元 一筆一筆的發 每篇陶板都是手工打造 畫上獨特的圖騰 陶藝對武建福來說 就像是一種語言 可以用美來表現各種主題 第一步驟 第一步驟要先揉開瓷土 把空氣擠出來 接下來把瓷土鋪平 這個步驟可是需要經驗的 大家在那一片 大後只會有 很常來大家在那裡 職位壓抑 來職位 好不容易 把瓷土做成陶板的大小 下一個步驟 居然跑去院子裡頭 找植物 剛好 這個就可以成為 我創作的這個材料 太好了 把摘下來的蕨蕾和葉子 收集好 這可是珍貴的材料 葉子鋪在剛做好的陶板上 經過燒製 葉脈和葉痕 會印在調土 變成獨一無二的美麗圖騰 再上用 簡單的材料 就能做出精緻的畫樣 我們從這些司機師 從這些生活環境體會 從這些自然共存 從這些創作的一種詛咒 透過創作 去用另外一種形式去呈現 作品中有著對生態的關懷 對武建福來說 陶藝是公共藝術 也可以是走入茶名生活的器皿 別想看這支茶壺 有靈有角的模樣 提到的顏色 精緻紋物 得到了台灣陶瓷金紙獎 生活茶具競賽的金獎 我們也把他一點點賣錢 我突然賣錢 就是賣錢 所以我們要去茶壺 去那一堆賣錢 自己拿去 再帶一堆賣錢自己拿去 然後在麵 來茶壺的 然後去那一堆賣錢 去做出來 從把手到虎嘴 都是一片片小陶片拼接起來的 用裁縫的邏輯做出文物和質感 最小的事情也要做到最好 把古時又追求進步的客家文化 融入陶藝當中 創造出的不只是一種生活觀 更是一種藝術總結 這是陶藝之美 而您知道無毒魚要怎麼養嗎 豐富的